3月11号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 针对有记者问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民进党当局妄加指责恶意攻击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要之举 将有力保障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对全国人大的涉港决定妄加评论 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旗号 欺骗舆论 恶意攻击 再次暴露其政治操弄香港事物 乱港谋独的险恶用心与邪恶本质 正告民进党当局 谋独没有出路 乱港企图不会得逞 积累罪恶 必遭严惩